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聊聊俄乌战争 5月1日,俄乌战争进入到第798天 1.美军的军援到位 美国对乌克兰的600亿美元的援助法案通过后 军援如同五角大楼承诺的一样 已经快速的进入到了乌克兰战场 4月30日凌晨,乌军德克里米亚 发动了大规模的导弹袭击 目标包括南部军区防空司令部所在地的 张克尹机场 俄国防部位于切尔洛莫尔斯基的指挥部 新飞洛波尔的黑海舰队基地 以及萨克斯基地区的第31防空师导弹基地 种种迹象表明,乌克兰解放克里米亚的战争即将打响 4月17日,乌克兰使用美国的战术导弹ATACMS打击致死俄军S-4000雷达和四台发射器被打爆 12架俄军的直升机被炸毁 4月25日,乌克兰使用美国援助的雷神公司制造的ADM-160 幼儿弹对克里米亚进行了袭击 这次行动的目的很明确 就是收集俄军在克里米亚的防空系统和雷达信息 而外界认为这是乌克兰在为摧毁克里米亚大桥所最后的预言 4月28日,乌克兰使用ATACMS打击了战克尹 同时也袭击了位于塔尔·汉库特角的俄军S-4000防空系统 4月34日凌晨,俄军连续第三天发射ATACMS导弹 并用无人机袭袭克里米亚的俄军目标 俄军至少三个防空部队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乌军已经连续几天用美国援助的陆军战术导弹 袭击克里米亚的俄军目标 这不仅仅意味着美国的导弹军员已经到达了乌克兰战场 而且导弹的数量也十分的充足 乌军这一行动一方面能打击俄军的防空系统 另一方面还可以消耗俄军在克里米亚的防空弹药 为下一步的进攻做准备 乌克兰手里的ATACMS导弹不仅性能优良 而且数量充足 使用起来也极其方便 可以直接使用海马斯发射车发射 该陆战战术导弹在进攻的末端 俄军现在的防空系统非常难以拦截 著名的军情分析师菲利普卡伯表示 远程的ATACMS的交付是一个重大的突破 可能已经让克里米亚对俄罗斯来说毫无军事价值 在之前克里米亚对整个俄军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俄军正是在克里米亚通过海陆空 山西为乌克兰作战的俄军提供进攻的后勤服务和军事补给 但随着ATACMS的到来 克里米亚对俄罗斯的军事价值已经大打折扣 甚至已经成为了负担 5月7日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就职日 这一天 乌克兰是否会用ATACMS摧毁克里米亚大桥 给再次加冕的普京送上一份厚礼了 我们拭目以待 中上所述 我们可以说乌克兰解放克里米亚的战争已经打响了 而乌克兰战场出现了有力的转机 我们先说巴赫 而乌克兰战场出现有力转机 我们先说巴赫木特前线 恰索夫亚尔以东的情况 俄罗斯军队在巴赫山野兰取得新的进展 第一次到达了这条轴线上的水道 爱撒尼亚情报部门判断 俄罗斯在5月9日之前 占领了并不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城市 这将是一场行动更加缓慢的城市战 在阿尔迪夫卡前线 俄军继续从奥切列地离沿着铁路向西北方向黑际控制了新亚里 三德里夫卡东郊附近的新重职员 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在东部前线 经过一段时间的重新集结 俄罗斯已经完成了军队的冷化 并恢复了攻势 过去24小时 对酷皮、杨斯克和莱曼地区发动了攻势 但目前为止还没有可以确认的战线变化 德国图片报报道 俄罗斯可能会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 哈尔科夫发动进攻 多达4万名俄罗斯士兵可能参加这一攻势 在扎波罗勒前线 俄军的攻势陷入到了停滞 过去一段时间 乌克兰军队在这一战区 系统性的摧毁了9个俄罗斯防空系统和3个电子战设施 为无人机主导战场公平的道路 在2024年的头两个月 乌克兰生产了20万架FPV无人机 并计划在2024年生产100万架无人机 以弥补炮弹的胆缺 乌克兰的SSO部队 在苏梅地区的边界地区 集中了两个BUK防空系统 联合国制裁观察员证实 俄罗斯能在乌克兰使用朝鲜落后的导弹 3. 欧盟坚定的支持 4月29日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到访乌克兰的基辅 这是他自俄罗斯发动侵略战争以来第三次到访乌克兰 他说俄军为夺取有限的领土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而乌克兰仍可以流转局面 斯托尔滕贝格说 乌克兰获胜还为时未完 但是这是为什么如此紧急 北约盟友现在需要真正兑现他们的承诺 将我们那些承诺变成实在运送武器和弹药 我现在很有信心将会是这样 北约公布了乌克兰飞行员驾驶F-16的视频 培训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 据报道 俄罗斯中央军区副参谋长叶夫根尼 李勤科被证实在4月13日 乌军对卢干斯克俄军总部的袭击中 阵亡 目前乌军全军上下士气大阵 终极的战略目标 已经从不让俄罗斯获胜 变成了必须击败俄罗斯 乌克兰军队总司令希尔斯西表示 乌军已经推进 并且控制了赫尔松地区的列斯特里加岛 这一切都是为拿下克里米亚做准备 4月29日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的杂志专访时 当他被问道 您是否仍然坚持您关于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乌克兰战场的说法 马克龙回答说 当然正如我所说 我没有排除任何东西 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不能排除任何东西的人 毫无疑问 我们在对一个不再具有任何限制的侵略者制定我们的行动 限制时过于犹豫了 我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 俄罗斯不能在乌克兰获胜 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获胜 我们在欧洲将不再安全 谁能假装俄罗斯会就此罢首 其他的邻国 莫尔多瓦 罗马尼亚 波兰 利陶瓦 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安全 又将如何呢 在这背后 作为欧洲人 我们还有什么公信力可言 谁会花数十亿欧元 谁会说这关系到欧洲大陆的身世存亡 谁会不给自己阻止俄罗斯的手段 因此 是的 我们绝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 因为我们的目标 是俄罗斯永远无法在乌克兰取得胜利 4月23日 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塔布表示 一年前加入北约的芬兰 已经成为了一个前线国家 使北约军事集团与俄罗斯的边界扩大了一倍 芬兰与俄罗斯有着长达1340公里的路上边界 大部分穿越森林和北极地区 根据北约早前发布的计划 2024年年初即将开始的军事演习将持续到五月底 是冷战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这被认为是北约的历史性时刻 在东欧紧张局势持续存在的情况下 这次演习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 那就是北约准备捍卫其成员国及其价值观 并维护欧洲大西洋地区的集体安全 乌克兰战争并将以乌克兰的胜利和俄罗斯的惨败而告终 正如泽连斯基总统所说 一个尊重自己的英雄 真是自身的独立和自由的民族 是不可能真正被击败的 乌克兰人民将为自己的国家而战 并将为此献出一切 我们从不先拿起武器 但如果有人攻击我们的国家 我们会坚持到最后一口气 好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话题聊到这里 明天咱们接着聊